半夜十一点多中 新北市的几个电线杆呢 突然出现了这个爆炸声 声音总共是两次 目击民众录下了爆炸的这一瞬间 当时火光四射 而爆炸之后呢 整个里十几几十户呢都停电 台电人员在半个小时之内 赶来处理调查之后 发现原因是因为电缆上面的壁垒设备 因为连续下雨潮湿故障所引发的爆炸 深夜十一点多 许多民众早就进入梦乡 突然哄一声巨响 离家门距离只有几公尺的电线杆 冒出火花 而且连续两次就像是电线走火 让附近居民吓得从睡梦中惊心 很大声啊 很眼的都有听到啊 何况我们这边 好像烟火那样子啊 真的很恐怖啊 在睡梦中都可以跳起来 会吓到那种对不对 很大声而且又闪光 整个就像那个闪电一样 整个很亮啊 大家都被吓了好大一跳 台电工程人员紧急来处理调查后才发现 原来问题是出在电线杆上的避雷设备 就是下雨天哦 那个造成那个开关有点那个故障 所以才引起那个避雷器坏掉 我们避雷器主要是保护线路的啦 还没地下化的电缆都装有类似的避雷设备 它是为了保护电缆线路 有落雷的时候会击中避雷设备 不会击中电缆 会引发这么大的火花 有可能是当天下雨潮湿 引发避雷设备故障才会爆炸 正常的避雷设备应该要是浅蓝色 奶瓶状爆炸之后 避雷器整个焦黑 外形也有受损 居民们只希望自家门型的电缆 能够赶快地下化 否则每天住在这 万一爆炸事件再来一次 简直就像在玩命 新闻新闻黄明君陈漫威 新北市采访报道